由于近期美国半部的留学生新政引来多方不满 7月12日,美国入境与海关执法局对该规定做了部分修改 身在美国境内的国际留学生不能全部选择上网课 身在美国境外的国际留学生可以在当地选择上网课 没有回美国返校,但仍然上网课的学生 学生身份仍然有效 只需要在SEVIS中保持激活状态 另一方面,美国十七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7月13日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 诉讼指出,参加起诉的地区共有1124所大学与学院 在2019年总共招收国际学生37.3万人 为当年经济贡献超140亿美元 马萨中塞州检察总长毛拉·希利表示 这一规定迫使学校在继续招收国际学生 和保护校园的健康和安全之间做出选择毫无意义 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12日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对TikTok和微信采取强力行动 特朗普政府刚开始着手处理这两个应用程序 他指出,当下他无法排除美国禁用TikTok和微信的可能性 纳瓦罗说,假使TikTok分拆为一家美国公司 也对美国没有帮助 因为美国将不得不向他国支付数十亿美元 以获得TikTok在美国开展业务的特许权 彭博社刊文指出,TikTok颇受美国青少年欢迎 而微信在全球范围有约12亿活跃用户 此前,TikTok一再否认有关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指控 7月13日,加州州长纽森要求南加州30个县关闭健身房 礼拜场所、非紧急部门办公室、个人护理服务机构和购物中心 此外,他还下令加州所有的县关闭餐馆、酿酒厂、品酒室、电影院 家庭娱乐中心、博物馆、动物园和面包房的室内经营 并下令关闭全州所有酒吧 这一宣布正值全州范围内新冠病毒病例持续激增 确诊率也在上升 纽森这一条禁令将影响加州80%的居民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7月13日在讲话中表示 对于我们慈善机构独家获得政府的加拿大学生服务补助金计划的管理权一事 他自己和家人多次参加这个机构的相关活动 但是在内阁讨论这个合同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回避 对此表示真诚道歉 特鲁多目前正在因为我们慈善机构独家获得政府 高达9亿家园的合同而接受道德专员的调查 反对党要求警方对此案召开刑事调查 这是特鲁多就任加拿大总理以来第三次接受道德专员的调查 针对美国宣布制裁中国涉江官员一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月13日表示 中方决定自即日起对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 以及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人所大使布朗巴克 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克鲁兹 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实施相应制裁 他在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指出 新疆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美方没有权利没有资格横加干涉 中国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的错误决定 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的言行 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进一步反应 中国近期南方多省河流水位暴涨 全国212条河流发生超景以上洪水 其中72条河流超保证水位 19条河流达到历史最高水位 7月12日的水情信息显示 长江干流的10个水文站水位超景 颇阳湖洞庭湖水位超景 针对当前严峻的防汛形势 中国国家房总决定增派 6个部级工作组 有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 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负责统治带队 赴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重庆 等7个重点地区指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 同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向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庆五省市 紧急拨付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6亿元人民币 征 ends 台湖西、安徽、康台时 藍壳、土、大兆元化恋 mans里属、荷省市地 の乱rakt令部 期待 金男后亿电边 entes